那么刚才讲到莱布尼茨这样的一个最好世界理论了 这当时呢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因为呢谁都无法否认在这个世界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苦难 尤其是一些非来横祸 再加上战争频繁 无数的这个无辜的森林啊 死于这个战争啊饥荒啊温欲啊以及地震啊海啸这一类的事情 所以呢从这个意义上呢 因为莱布尼茨这个神圳论这个神圳论这本书啊 本来是一个通信族是跟他和当时的一位这个一位贵族公主 一位德国的皇室的一个公主 后来嫁给是丹麦还是哪个地方的一个公主 然后这个后来嫁给德国的一个诸侯了 那么他是跟他在通信过程中啊 跟这位贵夫人通信长期通信中间形成了这么一个 一个通信集 然后就把它整理以后就写成了这样一个书 很厚一本书 那么所以呢 很多人就说说这本书本身就充满了一种魅蜀的色彩 就讨好权贵 有这样一种嫌疑 所以当时呢这本书出来以后就遭到很多人的批判 后来呢1755年 这个里斯本发生了一场大地震 这个地震震级可能是很高的 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个测量 没法测量啊 大概总得到可能到了八级了 七点几八级了 那么这个地震呢最后就引起了海啸 就大量的无数的 当然数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死于海啸和地震 就里斯本了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很多人就又借题发挥 比如说当时的福尔泰 那个时候莱布尼茨可能已经都去世了 那么福尔泰就借题发挥 就说这个什么我们这个世界 怎么可能是一个最好的世界 这样一位上帝 怎么可能是一位公正的天公 所以我们干嘛还要忍受这样一位天公 所以就曾经借题发挥啊 这个攻击来不离之 这样一种最好世界理论 当然同时也借题发挥 对上帝啊进行一番羞辱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后来卢梭呢 也是拍然而起 就跟福尔泰针锋相对 卢梭就认为啊 说在这样的时候 我们尤其应该相信上帝了 当我们这些痛苦的森林 正在这个残炎断壁里边 在痛苦的呻吟着 痛苦的挣扎着的时候 这个时候唯独只有 对上帝这种信仰 才是我们唯一的希望 他认为福尔泰呢 恰恰是一种养人处优的作为家 福尔泰这样一种 对于这件事情借题发挥 冷嘲热讽的做法 恰恰就犹如像 就犹如像给人的伤口上 在撒把盐一样的 所以这个两个人又 因为这个事情 也接下来一些仇悉 这个我们再讲法国哲学的时候 会简单的介绍一下 那么关于来不离之的最好理论啊 这个最好世界理论 是有很多内容要讲的 但我们只能讲的 这个问题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以后啊 我们特别说我们哲学专业的同学们 将来等你们做到硕士 做到博士的话 我觉得这个 就这个问题可以做一番 研究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它涉及了很多 基督教的基本理论问题 涉及了很多根本性的哲学问题 我今天正好就有一个博士生 就是做这个方面的论文 就是做来不离之最好世界理论 这个论文 这两天正在看 他过两天就要参加答辩了 好 那么来不离之思想到最后呢 在他去世以后啊 就被这个另外一位德国哲学家 叫沃尔夫加以系统化 同时呢也把它刻板化 就把它发展为一个体系 于是就形成了所谓的 来不离之沃尔夫体系 这个来不离之沃尔夫体系呢 就把理性推到了极端 因为来不离之实际上是非常强调理性 这一个我们上边和这两个多次谈到 来不离之本人是非常富有理性性的 而且来不离之本人在认识论里面 也有这样一种观点 那么就是说 在认识论里面他认为 随着我们自己提高自身的理论 理性水平啊 随着启蒙啊 我们实际上就会对世界产生更清晰的认识 是吧 所以说世界是这样一种差别 说到底主要是我们主观认识的差别 所以我们主观认识的能力提高了 世界的形象也就会发生这样 如果我们能把自己提高了上帝 那样一个高度 提到上帝那种智慧的高度 那么这个世界一切都可以按照矛盾率来推出来 不需要任何经验 是吧 这是来不离之的观点 所以这里边本身就有一种对理性本身的弘扬 而沃尔夫呢 继承了来不离之的一搏以后 就把这样一种理性主义精神推到了极端 把这种唯理论的认识论推到极端 最后就导致了什么 导致了一种独断 独断认又叫教条主义 所以独断认是什么意思呢 独断认就是指我们的理性可以认识一切 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认识不了的 只要我们能够提到我们自己的理性 我们就可以认识一切事 包括上帝 包括灵魂 包括那些行为上学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认识 这样一来就达到了一种狂妄 一种理性的狂妄 这种理性的狂妄就认为 没有什么东西不是理性可以认识的 实际上所有东西都可以通过形式逻辑的方式把它推出来 那么这种独断认呢固然我们说他具有弘扬理性的这样一种积极 但他同时也有一种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推到等同于上帝把理性绝对化的这样一种弊端 那么把理性推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把它推到极端 其结果就会导致什么呢 就会导致彻底否认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 也就不需要感觉经验了 如果整个世界我们可以通过提高自己的理性 然后按照一套形式逻辑的矛盾率 然后就可以把它顺理成章的整个推出来 整个知识系统都可以通过头脑中这样一种鲜艳的演绎 把它推出来的话 那你说我们何必还需要经验呢 感觉经验还有什么意义呢 它只能产生错觉 只能产生疑惑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那么独断认走到极端 为理论走到极端导致的独断认 那么这种独断认恰恰就是彻底的否定了 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 那么也就是导致这个情况 就是说我们对世界的认识 根本不需要去对世界直接进行认识 这本身是个毛病 我们关于世界的知识不需要任何感觉经验 不需要直接面对世界 只是需要把门一关 提高自己的理性 然后进行演绎就完了 这样实际上也使知识论走向了一个死活动 这个死活动就像我们后头两节课要讲的 经验论的死活动一样 都是死活动 只不过经验论认为普遍必然性的知识是不可能的 而独断认为达到一种普遍必然性的知识 建立这样一种普遍必然性的知识系统完全不需要感激经验 感激经验是多余的 这样实际上也走向另外一基板 而且恰如后来像康德批判独断论的观点 就如果你一切东西都是从与生俱来的天赋观念 或者天赋原则出发 然后按照一套形式逻辑的矛盾率 统一率排中率这些规律来加以演推 推演 那么你固然可以建立起一个所谓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体系 但是这个普遍必然性的知识体系没有任何心理 没有任何心理 因为结果不能大于原因 所以你无论怎么推 推来推去无非就只不过是个正名的学问而已 不是一个发明的学问 无论怎么推 你只不过是推出那个你已经知道的东西 你把它加以证明一下 你并不能获得任何新东西 因为你的前提已经把结论全部包含在里边了 因为独断论强调的是分析命题 分析命题是主语已经把位置已经内在的包含在自身之中 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再怎么推你也扩大不了知识 你只不过是自己在那个地方画个圆圈 在那个地方老圈子 你知识没有信任 所以这是独断论的一个大问题 那么莱布尼茨在某种意义上就把 沃尔夫就把莱布尼茨这种体系发展到极端 发展到这样一种所谓的独断论 那么就是我们这个上面投影说的 就是独断论完全否定感觉经验在认识中的作用 试图仅仅依靠天赋观念和理性演绎 而建构起整个知识论体系 这肯定是有问题 这实际上就偏于一端了 走下一端了 那么独断论我们跟你说它有三个基本特点 一个来说是无限夸大理性的认识能力 认为人类理性可以获得关于宇宙灵魂和上帝的全部知识 这一点你比如说莱布尼茨本人 沃尔夫本人建立了一套庞大的这个维理论的一个体系 一个理性主义的知识体系 在这个体系里面他把它哲学啊 分为理论哲学和这个实践哲学两部分 而他跟理论哲学包括什么呢 包括形外上学 理性宇宙论 理性神学 还有理性心理学 这几个部分 这几个部分研究的对象 在后来康德的存在理论批判里面 一一一一一的批判 你比如说莱布尼茨的这个理性神学 研究就是关于上帝 他认为通过理性可以了解上帝的存在 可以证明上帝的存在 而且可以证明上帝的属性 上帝的性质他都可以知道 那么康德后来批判了这样 理性神学 同样 莱布尼茨的这个理性宇宙学 他认识的不是某一个具体事物 因为具体事物是他不屑于去认识的 那是经验论观众的对象 他也就是作为整体的宇宙具有什么特点 而这一点恰恰也是康德在纯粹理论里的批评 就是在理性宇宙论里面 康德指出来 这个对整体宇宙加以把握 对那个所谓物质体意义上的宇宙加以把握 其结果必然会导致二律被返 因此他不属于我们认识的范围 因为他超出经验范围 同样 在理性心理学里边 莱布尼茨研究关于自我 精神 主体 这样一些东西 而康德认为这些东西本身 康德也在纯粹理论批判里面对他进行批判 因为这些东西本身也是超出经验范围之外 这只是一个假设的逻辑主语 而不是一个实在的语语 这些东西都是后来康德意义 康德后来的纯粹理论批判 真的对象主要就是沃尔夫的理论哲学 这一部分 主要是他的理论哲学这一部分 所以这是一个 这是一点 就是企图用理性来认识 关于宇宙灵魂上帝的全部知识 获得这个 那么第二点呢 就是用一种刻板僵化的方法 严格的遵学啊 这个几何学的形式 从先验的抽象范畴 然后直接演绎出整个知识系统 这个我们刚才说了 他的问题在哪里 我刚才说了很清楚 因为这样一种演绎出来的知识系统 没有任何经验内容啊 他实际上是在 同于反复 是在一个小圈子里边 来回来转圈子 都圈子 都来都去 还是在这个圈子里边 因为他没有新内容啊 他只是从一个大前提 根据一套逻辑演绎来往下推 推的东西 推出来的结论 早就已经内在了包含的前提里边 简单的说 比如说我们如果要知道 所有人都是要死的 然后你推出张三是人 张三是要死的 这个结论并没有超出前提嘛 因为前提就已经知道 所有人都是要死的嘛 是吧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你说那个推出来的结论 有什么新内容 没有新内容 所以这是在方法上的问题 最后呢 还有一个神学目的论 就是沃尔夫啊 把莱布利兹这种 前提和谐的理论 把它庸俗化 把它变成了一种目的论 就是说 世界上的任何事物 都充满了造物者 就是上帝的特殊目的 因此任何一个事物 它都体现了上帝的特殊意志 都是上帝 创完任何东西都有特殊目的的 这样就把它庸俗化 像我们书上指出了 好像上帝创成猫 就是来吃老鼠 创成老鼠就是给猫吃的 这一切好像就是 上帝事先都规定好了 这个目的 这样实际上就把 前提和谐这种事物 把它庸俗化 把它完全变成一种神学目的 当然 这个呢 我们要传言 在莱布利兹的前提和谐里面 确实本身就蕴含着 某种神学目的 是吧 因为前提和谐嘛 上帝一切都规定好了 那都是上帝特殊意志的表现 但是呢 至少莱布利兹的前提和谐 还没有太多 突出目的的色彩 只是说上帝设计 而目的的色彩 加上了太多的主观化的东西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沃尔夫呢 更多的强调这种 上帝的主观化的色彩的东西 就是目的们的东西 这样呢 就把它整个推上庸俗化 当然 我们也要为沃尔夫啊 辩护几句 那么过去呢 我们老是啊 谈的沃尔夫啊 他认为那就是整个把莱布利兹的思想给庸俗化了 刻板化了 僵化了 把他极端化了 片面化了 把他发展到一个独带路 但事实上我个人认为啊 沃尔夫本人呢 在弘扬莱布利兹的理性精神方面 还是有非常重要的结束 尤其是沃尔夫第一次用德语来表述自己的思想 这个对德国人的启蒙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我们说的像莱布利兹这样的人 一辈子只是用拉丁语和法语写 法文写住 他从来不用德文写 因为那个时候德文好像还不能登大雅之堂 尽管在此之前 马金鲁特已经把圣经翻译为德文了 但是总的来说德文还是一种比较粗比的语言 德意志民族当时也是一个比较落后 比较愚昧的民族 跟英国人 法国人 荷兰人相比 那是要落后的多的民族 所以基本上还是在这些先进民族眼里 他还是个蛮族 但是呢 从沃尔夫开始 用德语来写作 来表述哲学思想 从这个以后啊 一种真正的 按照德国人说的 最适合表述哲学思想的语言 才开始真正的登上了这个大雅之堂 在真正的成为 被人们注意 才成为表达哲学最合适的形式 这一点确实 很多近代 19世纪以后 从康德 尤其黑稿以后 一直到20世纪 很多德国哲学家都有这样一种 仇出满志的感觉 他们认为 德语是最适合与表述哲学的 德语是最深刻的语言 最具有抽象性 当然可能也比较毁涩 但是德语是最能够表述哲学的 这是德国哲学家的一种 狂妄 当然这种狂妄是有道理的 但是呢 这样一个开端 是从沃尔夫开始 所以黑盖尔在评价沃尔夫的时候 一个方面呢 认为他把整个莱布尼茨的体系 完全庸俗化 刻板化 僵死化 完全是把它变成 没有内容的空洞的形式 但另一个方面 黑盖尔也同样承认 说沃尔夫第一次使得 哲学这样一种东西 找到了自己表达自己的形式 就是德语 第一次让德国民族 可以用自己的语言 来表达哲学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 内容和形式相结合 德国人才真正有了哲学 否则的话 哲学永远都是用拉丁 说说拉丁 说法语 说英语 那不是真正的哲学 德国人就必须要让哲学说德语 而沃尔夫是第一个人 所以在这个方面 沃尔夫功不可 这是一点 就是使他获得了一种民族语言形式 从此以后 德语这样一种 最适合表达哲学的这种语言形式 与哲学的内容 就有记得结合在一起 第二点 莱布利斯的伟大的功劳在哪里呢 就在于啊 他虽然把理性推到了极端 但是他毕竟用理性的独断力 取代了当时德国 尤其是在普鲁士 因为当时德国没统一嘛 最大的帮是普鲁士 尤其是在普鲁士啊 普遍弥漫的 近前主义的氛围 或者叫前进主义 一种前进主义 因为德国作为马丁路德的故乡 那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以后 曾经有一度啊 这个理性派战上了 但是很快从17世纪上面也开始 在德国就开始出现了前进派的这样一个思考 前进派实际上就认为啊 我们一切东西都要通过一种神秘的方式来达到跟上帝的交往 他们是坚决贬移理性的 认为理性是不可能认识上帝 不可能认识基督教的一些基本交易 所以前进主义在德国当时是非常非常 这个荣誉的这个氛围 而且影响非常大 比如说像柏林大学的前身叫哈勒大学 哈勒大学的创建者之一 就是前进派的一位领袖叫弗兰克 是他出资啊 和一些人一块 创建了哈勒大学 那么哈勒大学就成为前进主义的大的营 而沃尔夫呢曾经在前进大学 在这个哈勒大学执教 但是由于他的思想太多的强调理性 认为理性可以认识灵魂 可以认识灵魂不朽 可以认识上帝 那么当时静调派就认为他实际上是一种狂 静调派就把沃尔夫思想说成是无神论 就是你企图用理性来取来上帝 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说 沃尔夫的思想强调理性 固然我们说有点把理性推到极端 把理性变成一种新的暴君 把理性变成一种独断论 这固然是有问题的 但是呢如果结合当时德国的背景来说 那么这种强调理性的精神 确实极大的有助于突破禁权主义的那种氛围 真是因为这样 所以沃尔夫后来在德国在173几年 还是172几年 我记不清 173几年还是174几年 173几年的时候吧 他当时就因为 他的这一番言论啊 他主张理性啊 当时开罪了这个哈勒大学的 进前主义者 前进主义者 因为这个哈勒大学是前进主义大名 所以当时呢 一些老师就联名告他 说他是无神论者 最后德国的这个当时普鲁士的皇帝 这个弗里德利西一世啊 就勒利 沃尔夫24小时之内离开 这个哈勒大学 而且离开普鲁士 所以沃尔夫没办法 卷起覆盖 卷起行李 就只好走了 然后呢 就到马堡大学 被马堡大学聘认了 然后后来 由于他名气很大 然后又被 这个摸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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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彼得 彼得大帝啊 又被 当时好像不是彼得 被撒谎 俄国撒谎又聘为当 这个 俄罗斯科学院的副院长 然后英国 法国 很多地方都非常推动他 在这样的情况下呢 正好那个老 老的国王死掉了 是吧 那么后来一个新国王 就是 1740年 那个 弗里多利西二世 上台 而这个弗里多利西二世 是受启蒙事项影响很深的 所以他一上台 马上又把 沃尔夫 请回了 哈勒大学 然后就要让他主持 哲习想说 一直到死 是吧 所以这样了 哈勒大学逐渐就从前进主义大本营 变成了这个 莱布里斯沃尔夫理 理论的一个大本营 就变成一个理性主义大本营 而沃尔夫死了以后 他的衣帛又被他的地址们传承 前后一共持续了从沃尔夫 这个思想 统治德国 一直到他的地址们继承 他的衣帛一共有五十多年 半个多世纪 一直到1781年 康德发表 纯粹理性批判 才正式的打破了 这个独蛋论的迷宫 才正式的突破了 莱布里斯沃尔夫体系 是吧 因为在相当长的 五十多年的时间里面 莱布里斯沃尔夫体系 成为德国的官方哲学 是有这样一段功难 所以我们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尽管他把理性推到极端 是有问题的 但是我们反过来说 他恰恰极大的弘扬了理性精神 突破了金钱主义 这种神秘主义的氛围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莱布里斯沃尔夫体系 他同时也是德国启蒙运动的开断 德国启蒙运动中在开始 尽管后来德国人有一批